Hello大家好,我是澳洲御洋学院的英文学术总监Doris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12年级VCE高考英文的一个考察项目变化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12年级第二学期的考察项目变化 12年级第二学期呢,英文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考察项目没有任何区别 分数占比也是完全一致,那么就合在一起去进行讲解了 12年级下半年的第一个考察项目是Tex Response,也就是文学省系 那这一项相较于前些年产生的最大变化在于 我们以前要学的是两个作品,并且对它们去写一个对比论文 那现在呢,我们只需要学一个作品就好了 因此在学习压力上面其实是有大大下降的 我们准备的时间也会更加充分 第二个考察项目是我们上一期说过的说服文的一个上戏论文 我们会分析这个作者他的一些努力啊,他的说服技巧啊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分析重点 而另一个跟他同时进行考试的是一个叫oral speech 也就是我们的口语考试 那我们第一学期是考察过说服文写作的,对不对 第二学期我们的说服文写作也需要你以一个口语 或者说演讲的形式去进行展开 那他考察的项目会当然更多一些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考察重点的整体对比 那对于英文第一语言来讲 我们大概会有45%的这个考察比例都放在了文学上戏论文上 也就是将近一半的整考察的一个比重 但是对于第二语言而言 我们这一部分的考察会相对的被听力分散掉一些 听力会占到大概10%左右 而对于这个文学上戏的考察大概占到40%左右 会比第一语言的压力稍微小一些 那第二个考察项目也就是language analysis 说服文上戏 它的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考察占比也都在30%左右 也是告诉了我们说在高考里面第一重要的是把文学上戏论文写好 其次是把我们这个说服文分析的论文写好 那这是我们的考察难度和考察重点的一个排序 我们接下来说最后一个考察项目 叫做说服文写作和口语的演讲 那这两个考察形式的占比都是完全一致的 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都是22%年5% 那我们来说一下整体它的变化 就是对比论文它的一个整个的移除 以前我们会很强调这一部分的学习 它的考察难度也是所有项目里面最高的 但是随着这一项的删减 我们整体的考试难度其实应该是有所下降才对 我们最后来做一个整体BC高考变化的总结 以及它的趋势预测 那整体而言呢 它的高考考察项目做了一个简化和细化 简化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去掉了一些比较难的 或者说是比较模样两可的项目 去变得更加清晰和更加好去准备了 这一点的优势在于我们的学习方向会变得更加的集中 但是增加的部分它强调的更多是我们的学习过程与习惯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过的说服文 它在准备过程当中你需要去准备的框架呀 说服技巧一些设计呀 以及你在学文学赏系的时候 你以前记笔记是不算分的 之后我们的考察项目里面有一个记笔记也算分的项目 因此呢我们会发现高考增加的部分 它对于学生的一个自检 自我检测的 以及学习习惯培养 这件事情的考察是在逐渐上升的 那这件事 那高考这个变化带来的最大的难点 是分析深度和细节设计的要求会有所提升 因为考察项目进行一个精简 因此我们对各项的难度 难度和要求都理所应当会有一定的上升 因此我们在这些部分的准备需要更加的严谨 能够提前打出这样的一个预备量是最好的 最后还是要去做一个强调 我们刚才考察的一定是你的学习态度 所以从你的第一场下 也就是第一场平时考试开始 你就必须去做好准备 如果你平时考试的成绩 实在是有一点拉不回来的程度 那你指望着靠最后那场考试翻身 是一个不太现实的想法 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到此为止 下期再见